壁樓的這個方向剛好是太陽早上被曬到的地方 但是角落它又曬不進去 這邊也蠻通風的 所以種多肉剛剛好 角落的地方就種一些官葉植物 他們就不會被曬傷 可是因為他們會長大 所以我在想說架子要怎麼拆掉才好 還是想辦法用掛的 新竹的風很大 所以在一樓種多肉的話是比較不會悶到 這是韓國進口的多肉 你看現在養一個月了 他們都好好的 台灣農場養的多肉就比較容易褪色啊變形啊 所以我都不敢澆水 可是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瘦 乾枯 我昨天終於忍不住了 把他們進盆 就是拿一個盆子 就是拿一個盆子不要太高 水不要裝太高 然後把他們每一個都放下去 有些品種可以放 有些還是不要放比較好 但是你看自己養的植物 但是你看自己養的植物 越來越瘦 越來越乾 其實就會有點緊張 褪色還沒有關係 他一直縮小 就會覺得我們是不是虐待他了 我昨天泡完盆之後呢 是有一點風 今天早上就每一個 我有泡盆的多肉 我就摸摸看 真的有些他是真的有硬度的 就等於說他吸到水了 所以很多時候養多肉都要 經過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的經驗 那在這不斷當中 你會一直收集各種品種 這是很正常的 多肉其實就是幾十塊 但是你花的心思 可能就無價了 今天是7月14號 這是我早上要上班之前拍的影片 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掰掰 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AN